这种和谐的监狱生活是你向往的吗 刚来到这里的大壮用武力整顿了这里的暴力行为 很快与内生活就变成了一片和谐 不仅每天都唱广场舞 甚至连干光黑人们的刺青都变成了轻死黑人们 但狱长看到这一幕却不得已了 因为他想要让囚犯们自相残杀 然后趁机将他们全部射杀 拥有这片土地变成拆迁大户 于是他便找到大壮 要求让他们回归之前的暴力状态 这样他就会给大壮减刑 让他早日回家 面对如此诱惑 大壮不是圣人 于是选择了自己的利益 就这样监狱内又恢复了大打出手的场景 而大壮也被监狱长推荐成为三好囚犯 准备给他减刑回家 但说着说着 大壮突然想到之前监狱内的有爱场景 于是他直接跑了出去 另一边两大帮派的人拿着武器准备躁动 而楼上的狱长也开始准备射杀行为 但没想到 这时收音机响起 他们全部开始跳起了广场舞 无奈预长的计划只能结束 故事的最后 大壮行满出狱 几人恋恋不舍地送他离开 甚至还印上了他的画像思念他 或许出去后 这段经历也会是他的人生经验